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强调 民企民主管理建设后 人社部官网上月底发布消息称 全国已有400万民企推动民主管理制度 民主管理是非公企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社部官网文章表示 唐山新农集团通过厂务公开 协商共决等制度 不断丰富完善民主管理的途径和形式 维护了职工权益 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 企业效益每年以一成速度上升 湖北达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靠员工办企业 鼓励员工参与管理 实现了企业劳动纠纷为零 侵犯员工合法权益事件为零 群体性事件为零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把民主管理工作 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 重大决策和管理制度之中 形成了股东大会与职工代表大会 两会并存 优势互补的格局 全国类似的非工企业 还有数百万家 截至去年底 已建立工会的企业事业单位中 单独建立厂务公开 和职代会制度的非工有企业 分别为400万家 建制率分别达9成 文章并援引《工人日报》评论称 习近平多次对加强企业民主管理 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健全 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 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 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